第一个是它的裂孔的数量位置 第二个是它是否有合并视网膜玻璃 玻璃的范围跟程度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假设只有单纯的破洞 或者说很小很小部分的玻璃 也许我们用镭射就可以稍微把它挡住 就是说把范围圈住 不要让这个伤害扩大 但是假设越来越视网膜玻璃的程度越来越多 或是有影响到一些重要的构造 像是黄斑布的话 那就有可能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手术 像是拱膜扣压、玻璃体切除术 有些会是用单纯打气的方式 医生可能要看病人的玻璃病变状况来做决定 拱膜扣压的方式其实就是说 拱膜是我们眼白的地方 扣压意思是说我们会用一个叫拱膜扣环的东西 来从外往内压 因为视网膜玻璃医师是说 橘色这个视网膜跟这个眼球分开了 那我们找出它破洞的地方 从外压迫一个材质进来挡住那个孔 让水不要再继续进去 那这样子我们眼睛本身就有排水的构造 那视网膜就会慢慢地贴回去 那这个是有眼外的方法 那另外是玻璃体切除处就是说 我直接进眼睛内了 我直接可能现在就是微创三个孔 进去眼睛内来找出病变的位置跟破洞的位置 把视网膜玻璃里面的水吸掉 在那个洞口附近打雷射 那就达到一个视网膜贴回去的作用 基本上这个玻璃体切除以后 它这个空腔基本上要用一些长效性的气体来做 把那个破洞的地方做一个压迫 让它能够伤口比较稳定 让视网膜黏着的状况比较好 所以这种病人常需要术后 需要配合一定的姿势 对可能短期两到四个礼拜内 可能要维持一定的姿势 让那个气体能够 好好的把视网膜固定在 它应该要有的位置上 yourself 中文字幕 李宗盛